斯布珍 每日临凶 对历史人又再度晋级 注意看 大卫仍静圣殿求问耶和华 按常情 大卫大可像一般人那样说 我已经得胜一次 这一次也绝对没问题 但大卫没这么做 他仍不厌其烦地求问主 我可以上去攻打吗 他等候直到上帝的旨意显明 才采取行动 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有云 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的确如此 自作主张自行歧视者 常要自作自受 承担后果 有信徒也这么说 走在上帝前面的是 愚者 我们必须清楚 上帝的旨意之后 再向左或向右 若上帝的云柱火柱 尚未出现 宁愿按兵不动 若你一跑到前面 赶紧跑回来 还来得及 我要教导你 指示你当行的路 这是上帝的应许 让我们在迷惑的时候 赶紧停下来问 你要我怎么做 每天在离开家前 也别忘了向上帝祷告 求他带领一天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